大家好,歡迎收看分享音樂頻道 我們今天拿了很多琴 有五弦琴、十五弦琴和最大的三十九弦琴 看見它的外形和扇數量都不同 似乎五弦和三十九弦的玩法都很不同 是嗎?跟著老師 沒錯,五弦或者十五條線 可以歸類做小的琴 而至數量和彈法 和大三十幾條線的Coset Hunter 會很不同 不如我們五條線可以彈到 怎樣的琴蘭音樂 我們等等老師示範一下 好,我們看到 原來登記老師用不同指法彈的五弦琴 都可以彈到很完整的芬蘭音樂 但我們還有十五條線 會不會彈法上或其他方面 有沒有什麼不同? 十五弦的芬蘭琴 其實都歸類為小的芬蘭琴 它的弦線會比較多 但基本上的彈法和五弦差不多 一樣可以彈旋律 彈和弦 甚至乎將兩樣東西混合在一起 混合方法都可以 不如我們又為大家示範一下吧 嗯 嗯 剛剛看過十五弦的彈法 但我們還有三十九條弦 突然間五條線變成三十九條線 會差很遠 其實隨著時代的發展 由最傳統的五弦琴 慢慢演變到現在有三十幾條線 除了線的數量多了之外 其實它的音色上也越來越豐富 低音的區域聲音比較像吉他 中音區域的聲音和傳統的細琴會比較相似 然後在高音區域的聲音更加清脆 原來三十九弦的音色可以多了這麼多變化 現在變化給大家示範一下 嗯 好了,我們聽完三種琴的音色了 如果我們說初學的話,會不會都是五條線?會比較容易學習? 其實沒有一定要由細琴開始學 在芬蘭有人從小學小的琴 也有人一開始學大琴 其實最重要是根據個人喜好去選擇 如果你喜歡彈一些比較簡單的文歌 你喜歡素和言,或者跟別人合作的話 你可以選擇由細琴開始學起 所以我們就說芬蘭琴是一種可以輕鬆學習的樂器 今天時間到,我希望大家會越來越喜歡芬蘭琴 拜拜! 謝謝! 謝謝! couldn't be被分ский這張? 直到我字幕的字幕